马路对面看到右边这个橘色建筑 是师大校园的本铺 在我们师大后门那边 有一个早期蛮有名的实体书局 叫做水准书局 因为它的折扣比一般的书局高上非常多 所以生意非常好 但是可以发现近几年来 包含电子商务的整个成长 跟看出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它的生意也相对没落许多 让人有一些感慨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带回来 师大路往台电大楼的一个方向 可以看到右手边是一整排的带状公园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红绿灯 是师大路39巷 基本上师大夜市就从这边开始往里面延伸 这边的三角窗是蛮有名的灯笼卤味 包含在39巷里面有师大师园严书基 那也是晚上排队人潮非常多的 特别说明一下在整个师大夜市 39巷 49巷以及我们现在要看的59巷 只有这三条巷子 它的土地使用分区是可以做吃的 所以整个师大夜市最精华的地带 是在这个位置 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 是为59巷的师大打抗 它是规划一层六户 设计型套房的一个产品 日间管理 管理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多 不等 礼拜六则是半天 那这个社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是在于说 整个师大设计套房呢 可以看到师大登陆单价最高的呢 是位在水准数据旁边的师大部落格 以及位在师大陆105项的师大收法 那这个社区呢 它的单价也非常高 可是它的地点其实不如前两个社区这么好 那主要的特色原因有什么 因为呢 我们的社区呢 它有蛮多户呢 都是属于两面采光的 另外呢 最大的一个重点是 它的频数呢 设计相较于其他设计型的产品 建平都来得小 那建平小的优点是什么 因为大部分买来设计的家长呢 他们大部分care是总价 今天总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 只要房子好出租 他们并不care相对的单价 总价的考量因素呢 是在单价之前 那待会针对房子的特点呢 我们进屋再做简单的介绍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楼一层规划六户 其中三户面四大陆十九项 另外三户面大楼的后侧 其中有四户是属于两面采光边间型的产品 特别要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大楼的左右两侧都是属于四楼盖的旧型的公寓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楼高在五楼以下 基本上它看出去还是会被公寓遮挡到 另外我们这个房子其中的一个特色 是我们的卫浴有自然对外的一个开窗 这个在台北市这种小屏树的套房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说像刚刚提到我们两个的特色 第一个是我们是两面开窗 第二个是我们的卫浴有开窗 另外我们一样是使用电的一个方式 那包括我们的热水器也是用电的 那我们的洗衣机是内砍在我们的一个厨具下面 以上是简单介绍一下房子的特色 这一听 vue是满街的某它直接上显机 不同的个文字 苹果牧位于过去团阱 一直截表了 balances 1个小司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